最近想给家里买一辆纯电的SUV 虽然我体验过这么多车 但是每次如果说我真要买车的时候 跟那阿姨也是非常纠结的 会考虑什么价格段 功能 还有性价比等等 各方面的原因都会综合考虑 所以也会比较纠结 但是好在我可以利用植物之变 去跟店里借一些车 可以长期的体验一下 大概也有两三天的体验时间 所以这两天跟艾安的店里面 借了一台艾安S Plus这辆车 也开了清明驾期开了好几天 所以总体感觉我觉得还不错的 今天也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这台艾安V Plus 在艾安所有的车型当中 其实是属于中等偏上的 因为它的车型也是比较大 而且里面辅助驾驶的配置 包括科西湾汉的配置 也是稍微比较丰富的 太多的细节我就不跟大家讲了 比如外观包括什么造型 我觉得大家可以看图片了 其中我觉得让我比较惊艳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车的轴距 它轴距我们从侧面看的话 确实拉得非常非常的长 因为纯电车它是没有发动机了 对吧 它就可以把前轮的空间 可以尽可能往前移 后轮也尽可能往后移 所以你正常一看 这个轴距真的是非常非常长 但是这个车的整体尺寸 比中线SUV还要小很多的 这样一个尺寸 这样带来的好处 就是内部的空间 就会非常非常的大 比如说我先上到前排给大家看一看前排的这个空间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你看腿部的空间 包括这个方向盘的位置 也都非常的舒服 现在我们可以载到后排去 所以这个上来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这个腿部空间真的非常宽 然后现在如果说我用全 直接有个小臂的这样一个距离了 就我觉得通过画面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到 这个空间确实非常大 然后包括翘二脑腿也完全没有问题 然后中间也没有这个凸起 完全是纯平的 完全是纯平的 那坐在后排还有一个爽的地方 就是在于这个上面的这块玻璃 这个玻璃当然分两面了 如果说你特别担心会晒黑的话 那这一整块玻璃可能会 稍微有点那么的纠结 但是据说上面也有这个隔热膜 夏天的话也不用太过于担心会晒黑 OK这是空间方面 就是因为这个轴距拉长了之后呢 空间可以做得很大 所以这样的话呢 如果说你买一台车是居家用的 你可能会考虑到这个腿部的空间 包括车上坐满五个人的时候 会更加轻松一些 那么这么长的轴距带来这么好的内部空间 后备箱呢肯定就会有点那么小失望了 因为后备箱肯定会被清淀一部分空间 但是后备箱呢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设定 就是当时你拿着钥匙 站在后备箱大概三秒左右 三秒还是五秒不记得 大概几秒钟左右 它就会自动把这个尾箱给打开 你看刚才我就是带着这个钥匙站在这边 它就会检测到完了之后 就自动把这个电尾门就打开了 那当时它底下这个地方呢 也是有一个实体的按键 可以手动的把这个后备箱给开启 所以说真的是好多车都比我那个P7强太多了 我那个P7就后面连个按钮都没有 所以每次开后备箱都非常非常的烦 好那这个后备箱的空间呢 简单看一下 那我周末试了一下 如果说严格来说的话呢 放一个28寸的箱子 再放两个20寸的箱子 然后再放两个背包应该就差不多就满了 因为这个纵身呢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好一点就是它在这底下还有一个非常规整的两个槽 这里面也可以放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 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上面这个盖板上面就会比较干净一些 对吧 然后再往底下看 这个备胎呢其实是可以选配的 在网站上看到是可以选配 但如果说你不选配的话 底下是不是也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储物空间呢 应该是 但这个备摊就看你选不选 如果不选的话这个底下还有一些空间 然后两边呢还有两个小槽 就可以把一些容易晃动的东西呢 比如我这个吸盘就可以放在这边 那其实里面呢可说的地方也是非常多呀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这个座椅呢是非常舒服的 很软 而且反正让我觉得软的有点过度了 真的感觉在坐一个真皮沙发那种感觉 这个座椅真的是非常非常软 那其次呢这个方向盘也是一个真皮的 就是入门款是没有的 入门款是普通的这个方向盘 这个真皮呢是在高配的款上才有 然后这边呢这个电子的换挡结构 这个导台这个部分呢设计的我觉得还可以吧 主要的亮点是在于它和前面呢是分离的 不是连起来的 从侧面看起来的话会感觉空间更大一些 那底下有很大的一个空间你可以放一些东西 上面是无线充电的面板 这边是两个背架的区域 然后这边是旋钮的换挡的结构 而且我这两天开这个车呢还发现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正常这样开车嘛 然后胳膊肘这个地方刚好落的这个地方是软的皮质的材料 所以放在这呢非常舒服 如果说你再往前一点的话呢 这边还有一个小的坡啊 也是感觉这个胳膊放在这个地方很顺 也不会有任何个的地方 所以呢真的是有一些车这边放了很多按键 有的时候你开车这个地方不小心就胳膊肘就把某一个功能给开启了 所以就非常非常地讨厌 好那再往后呢 那这边有一个就是导弹发射井打开的这个样式的一个储物的空间 那里面可以还挺深的 然后里面放了很多红包 还有一个没拆的 你猜一下会不会有钱 看一下 还真有钱 里面还竟然还有二克钱 这应该是上一个媒体或者上一个谁借的车 然后就没有还 好那除此之外呢 我觉得最多要跟大家分享的可能是 是这一套车机系统的 大部分功能都还挺不错的 比如在线音乐啊 看爱奇艺啊 或者说导航啊 这些功能都有啊 但是唯一让我觉得不太好的地方呢 就是它内置的这个地图是百度的车机版的地图 就是在车上啊 高德和百度的话呢 我还是比较喜欢用高德地图 因为高德地图在手机分享的这个功能做的还是比较完善一些 当然了这个百度地图也是有这个互联的功能 你登陆账号之后也可以在手机上发送相关的地址 也可以用微信 然后绑定之后 也可以把地址发送到车机系统 然后导航是没有问题 但是在实际的导航逻辑 还有这个导航的提示音 包括各种的这个习惯上 我觉得这个百度呢 让我有点不太习惯 因为高德可能会更顺一点啊 但是这是我的问题 那另外呢 在这个车机系统里面呢 还有几个小的地方 让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比如说这个360度的影像 在打转向灯的时候呢 它会自动切换到侧面的这个视角 然后呢 打这边也是在这边的视角 但是如果说你离物体比较近的时候呢 它也会自动的去开启这个画面 所以对于新手来说呢 这样的话 在过一些狭窄的路的时候 会更加的方便一些 这个车呢 它是有这个智能泊车的 当然这个功能是 有一些配置是需要选配的 然后这边还有记忆泊车 选择路线 记忆泊车可以记录 这个15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 然后呢 你设定好路线之后呢 它就可以直接按照你这个路线 去自动的回到车尾 那还有一个呢 让我觉得比较有意思呢 是在这个设置里面 它是可以调整角度的 我现在可以手动的去把它 调整到到车的时候的一个视角 然后这样的话 我在到车的时候 它就自动会下到 我设定好的那个位置啊 当然这个很多车 它都是只有一个档位的 它就默认只会降到 它系统设定的那个档位 这个的话可以手动的去选择 那关于续航呢 这个车是702公里的续航 那这一台呢就是顶配的啊 它充满了之后呢 是能够显示700公里的 那天我取车的时候呢 电量显示是690公里的这个续航 那现在我们再看的话呢 上面显示的是187公里 所以说我这几天 消耗了503公里的这个电池的里程了 但实际上我跑多少呢 我取车的时候也记录了一个数字 取车的时候 这辆车总共跑了3915公里 那现在我看呢 刚好是3615公里 刚好实际跑了300公里的里程 但是电池消耗的里程呢 是503公里啊 我们除一下的话呢 大概是0.596啊 大概是6折的两一个状态 所以日常开的话呢 应该可以跑到400公里左右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还有一个变量啊 就是我这几天一直在跑高速 而且呢一直在用切换的运动模式去开 当然新车吧 我肯定要踩一踩它的这个油门的这个感觉嘛 所以说开的有一点猛 那现在我看这个电池的话是21 啊21点几啊 这个在SUV这个车型当中呢 稍微一点偏高 那可能是我开的这个比较猛 那如果说要日常开的话 可能这个数据呢会更好一点啊 好那其实呢 几天体验下来呢 我感觉这个车 反正我个人还是挺满意的 因为它的座椅也很舒服 然后空间也很大 就是在居家场景使用的话呢 确实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 但是这个车呢 它的配置呢 每一档都比较纠结啊 就每一档相差呢 大概一万块钱左右 还有的是几千块钱 所以在选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会不由自主的 一个一个的往上加 加到最后呢 直接不如上这个702公里的最顶配了 要23万几 所以这样的话 确实有点肉疼啊 那我这一次的 想买的这个车的预算呢 就在20万上下啊 是一辆SUV纯电的 所以说大家觉得 20万的价位段 然后呢SUV纯电 还有什么其他的车型推荐的 也可以留言一下 我可以去试一试 最终买哪一款车 我现在还不太确定 反正我们多试一试再说嘛 好吧 那这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 也可以留言讨论 转发分享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